来 谢谢 好烫好烫 越吃越辣 超级香 悠悠们 我们刚刚到达了渠州 霞浦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 今天早上还是4天起的 去看了一个日出 所以现在非常的电量低 我们准备先填饱柱子 浅炫一个麻辣烫 正式的美食之旅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我就知道 只要我把我手机导航给Simon 我就一定会走错路 尤其是刚掉落在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看了一天导航 我整个岛来了什么东西 就功课的时候 我在几家麻辣烫之间 今天都不行 结果现在 我现在有点饿到失去意识 从小都能看 不过到脑袋都不转了 我们俩直接选了一家里 已经跟最近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是它了 饿的时候吃麻辣烫 往往就回 这个是店家的特色 虾滑粉丝 不用我说 大家应该猜到是哪一家了吧 它是那种爽力类型的麻辣烫 不光口感的油 辣的一点都补出一袋水 辣辣 我被恰辣了 还带一点点微微的甜 上面的榨菜是点睛之笔 让整个麻辣烫多了一丝鲜爽 香香辣辣的真的很过瘾 据说夏天吃水晶糕是渠州人的传统 两大勺水晶糕再加上两大勺带着冰渣渣的糖水 看着就结束 它的神奈之笔就是这两地薄荷 我一开始只想和皮皮鱼一起喝一个 但看到了它滴的是薄荷的时候 我就说我也要担足一个 冰渣物理的冰凉再加上薄荷醇 带来的化学上的清凉 双管齐下 整个口腔和鼻腔都被这股来势汹汹的清凉感给占据了 这个薄荷味道就在上面滴了一滴 整一杯都用 但是它好凉啊 我在网上看到了他们说水晶糕只有夏天油 是真的吗 哦哦对了还有 千万不要妄想用吸管就把水晶糕吸出来 不要妄想 是要浅尝 被水晶糕吐过了 我在网上看到说 最近这家疙瘩饼 是很多人从小收到蛋了 然后我发现它还有釜山豆花 我想一起去尝尝吧 结果刚刚一看 人家十点半就关门了 现在九点十分 所以我们要快点快点下去 像我今天都吃上 啊啊啊啊啊 怎么每次都搞得那么紧张 到了我们到了 还有人排队 说明还有着吃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烫好烫 刚从锅里拿出来的鸽带饼 鸽带饼加油条这边 特别流行的吃饭 被烤到干香的饼皮里 加着微辣的肉馅 一点点就特别的香 还有一整根软软的油条 我的天 这不比三百味好吃多了嘛 碳水杯碳水的吃饭 自从我接受了这个设定 我就觉得它很香 它没有很湿润 是那种干香型的 里边的肉馅 提供了一点油脂的感觉 好像外边就有烤得有点脆皮 你看到我炫这个饼的速度 你就知道它有多香啊 它这个肉真的好香啊 好久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肉 上午在渠州的街道上走 总能看到鸽带饼的身影 看得出来大家真的很爱它 为什么我现在讲了一颗痣 是鸽带饼 留了一点大包 吃完鸽带饼之后 你猜我们去干嘛了 这个薄荷真的是结熟 我们终于又出发了 现在是傍晚 所以也没那么热 对 因为最近真的太热了 三头一掌是曲州这边的特色 就来了不长就等于白来 我看这边有很多很多卖鸭头的 那我在网上找了一大堆攻略 我觉得大家普遍认为 是YYDS的就是这个满天香 刚好它离我们住的地方又很近 兔头跟鸭头都被炖得很软烂 本来以为会很烂 但并没有 是一种很开胃的辣 其实我跟Simon对于各种头雷都不是很感冒 但既然来了曲州还是要尝尝 不得不说卤的真的很入味 本来我跟Simon只是想点个主食再甜甜肚子 没想到这个炒粉干真的好好吃啊 刚刚爷爷在镜头后面偷吃粉干好久了 这粉干真的好好吃哦 它滑溜溜的 然后上面裹满了这个酱汁 然后腻口吃下去的时候 就能吃到所有的量 据说粉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中期 它的口感吃起来跟米粉啊米线都不太一样 更爽利一点感觉含水量更低 本地的朋友能讲讲粉干跟米粉米线到底是哪里不同 导致了它们口感上的区别吗 今天晚上我跟Simon还要去吃一样东西 也是来到渠州绝对不能错过的 往事在网上看图片我就能想象它有多香 所有的饼一律于现点现做 师傅手速极快 在赶好的面皮中按比例填入肥肉瘦肉和梅干菜 没有梅干菜的小烤饼 里边则要加上灵魂葱花 收口点上芝麻 迅速的贴在炭炉壁上 这个炭炉有一种梦回北方的感觉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它这么快就好 现在看到它这么薄的饼皮 我知道了 果然蒙火一烤 稍微一会儿就好 葱花绝对是主角 很香很香 肉香肉脑 下面点的梅干菜大饼 它是有梅干菜又有肉 上面又好多个芝麻 一开始师傅做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小的饼 把它按大 这个饼皮看着都特别薄 这个饼皮有多脆 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 各个城市都会有那个 锅盔卖 梅干菜的锅盔 那些锅盔在这个面前都是地鱼 梅干菜的香味被肉馅很好的自己发了出来 前田中加着油脂的鲜香 有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该脆的地方脆 该香的地方香 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来过渠州一次 当时是同学的朋友招待着我们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让我念念不忘的 是有一天清晨 朋友的爸爸大早买来的瓷饭团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瓷饭团 但因为那次的瓷饭团出体验 我只要到了南方的城市 都会去找当地的瓷饭团来试试 虽然我不知道当年是哪一家 但是来到了渠州 必须拉着Simon感受一下那一年惊艳到我的早餐味道 要加那个肉松和那个蛋黄 肉松和蛋黄 对 咸蛋黄和肉松一定必加 真的超级经典 我是加了咸蛋黄和肉松的这个版本 个别满满的一个 我记得我当时吃的比这个还满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上这种食物 包在糯米饭团里的馅料 剁到一口都装不下 老油条的酥 咸蛋黄和肉松的香 还有各种咸菜粒带来的脆爽口感 和土豆丝的辣 谁吃了不说一句 这就是人见人爱的快乐早餐呢 一口真的就是人间满 这个黑糯米真的超级香 这个渠州的糯米饭团 就是我 拍子在全国各地吃糯米饭团的初心 糯米卷糯米饭 我跟着PVA去中国各地吃 我挺喜欢它这个老油条的 给了一个非常脆的感觉 人生中吃到第一口糯米团子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就觉得 哇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早餐 太好吃了 早上吃这个太开心了 我不是专业的 你还不是专业的呢 这么快还不专业 专业的今天吃起来 这馄饭皮好薄啊 太厉害了 再喝一碗纯手工现包的齐州小馄饭 简直是快乐加倍 今天的晚餐这家是我们前两天路过的 因为厨房在临街 味道飘出来真的很吸引人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尝尝 刚才听了阿姨说我们是最后一周 刚刚又有客人进来 然后店家这边说已经不点单了 你今天点的几乎全是硬菜 拿了一个椰汁 这个是外地人应有的绝物 嗯 很香哎这个 它不是那种辣味在住一切的那种菜 我还挺喜欢的 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牛蛙和螺 放到一起炒的组合 看起来很新鲜 所以想要尝试一下 嗯好嫩 你能感到它是蒙火爆炒的 这螺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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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吃法不太多 螺肉几乎没有说到 但汤汁确实很咸 挖肉特别嫩 再加上紫苏特有的香气 真的很特别 但不得不说 取肉菜是真的辣 变成是吃不绝的 越吃越辣 吃这个菜就是让你越吃越香 然后吃很多饭 然后又越吃越辣 你好小齐 去胖子凉拌粉肝 咱们有必要开车开那么远吃吗 我被一句话打动了在大众点评上 他说五年了终于吃到了 用跑腿叫了外卖也太幸福了 这口粉肝想了五年 嗚嗚嗚嗚 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好 然后我一下就觉得它一定很好吃吧 我也叫跑腿 自己的跑腿 自从上回吃鸭头的时候 吃到了粉肝 我就对它们也念不忘 并且开始寻找渠州城的粉肝专门店 在联系高温天气的轰炸下 能让我放下叫外卖的新出酒店的 估计就只有半粉肝 我外带一份凉粉肝 谢谢 凉半粉肝 看着店里的人气和小哥麻利的速度 我就知道 这家半粉肝绝对错不了 好香哦 里面有姜豆 然后有这个类似菜谱还是什么的 哇你看里面积水有卤汁 看起来就可香了 这个跟炒粉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酷我别想我现在满车都是这个味道 香汁是咸香微甜的 几乎没有毒辣 它那个特别油润 每一条粉肝上都挂满了香香的料汁 姜豆碎肉碎各种榨菜碎 还有炸花生 让粉肝的口感更丰富了 超级香 真的是香到停不下来 来渠州的话我超级推荐你们吃 你要么给我留一些 要么咱吃完再去买一份 真的好好吃 再吃点这个花生 香味充满你的口腔 太享受了 过去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 因为明天要走嘛 所以今天下午去做了一个核酸 做完核酸完全不想动 只想在空调房里烫 傍晚来吃上这么一个凉拌粉肝 真的是好开胃 不过我今天没有来这里 吃这个粉肝 我会后悔的 今天念了两天 很好吃 夏天 没有吃凉拌粉肝中舒服的东西了 真的 哦 调水晶高 渠州特色美食 消暑必备 待会你再打一份 消夜 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 吃到好吃的东西的那种开心 我现在就是那种开心 说实话好羡慕有渠州人 是不是谁第一想吃 就可以吃到什么好吃的凉拌粉肝 在离开渠州之前 我们来到了龙游 因为有一个小吃 特别吸引Simon 其实我对他也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想先来龙游尝一下 然后再离开渠州 看起来有点像小汤圆 糯米团子一样 哇 好嫩啊 我还没吃过这个口感 哦 很软吗 对对对非常的软 然后豆腐味道很浓 这个肉馅只是鲜味的 所以没有那么多 等一下开始吃这个豆腐 豆腐真的好软好软 我觉得这个碗就怎么形容它软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拔了至尺 当天来吃就没有问题 好滑好滑呀 我没想再吃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生物 这辣椒酱好香啊 吃错了一点点橙皮的味道 我要点一下这个 跟他三个说好吃的辣椒酱 辣吗 这个辣椒酱尖 还是当地美食大赛的决赛入围美食 果然是很不错 嗯 真的有一股 像橙皮的香味啊 豆腐完软嫩 辣椒酱清香 真的很配 你根本不用用牙羊 你嘴一脸 太脆了 嗯 好好吃啊 这个 你们刚吃完龙油的豆腐丸 我觉得 反正我很喜欢 因为它真的好软呀 那个豆腐 特别特别特别软 就是你吸的时候 就特别像亲一个小婴儿的脸 嗯 特别喜欢你口闷 然后就是在你嘴里画开的感觉 我们走的时候 那个奶奶还说 下次再过来吃 下次一定会过来再吃了 其实因为最近一直持续 连续高温到38,9,40度 我跟三分都没有在渠州的景点 和各个地方玩 只是早餐去吃东西 然后回来工作 夜幕降临的时候再来觅食 其实有机会还是要 再来渠州这边好好的玩一玩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次 在渠州的边走边吃啊 我们下次边走电视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